网络惊献大陆宝宝到香港接种疫苗全攻略,写在前面根据英军自己带孩子去香港打疫苗的经验一,先弄清楚孩子目前要打什么疫苗参照下表,二弄清楚香港有什么疫苗,香港的疫苗全部都是来自瑞士英军所去的诊所,是全部用的瑞士疫苗,或者美国的疫苗和大陆不太一样很多三连,四连, 甚至五连和六连的疫苗,也就是原来要打六针的,只要一针就搞定,而且所用的全部是面活疫苗,安全性非常高三,代购钱香港的疫苗不便宜,英军给女儿打了一针13架肺炎疫苗,我忘记价格是1300还是1500港币小儿子,一次打了四针其中一针是三连疫苗,一共两,200到2300英军去的是私人诊所, 夏文所讲的180的价格,可能是医院或者不同的疫苗四,提前预约,如果你从罗湖口岸,或者是福田口岸,过关那么最近的就在上水站,上水就有几家诊所,都可以接种疫苗的提前搜好打电话预约, 以免麻烦五,大陆去香港打疫苗花的,可是外汇国人对进口商品和服务的需求是无限的,但中国的外汇已捉襟见肘,要打趁早见于大陆疫苗人神共愤的悲剧和道德败坏,以及接连,频发的疫苗事故。 很多大陆的妈妈,尤其是广东省内的妈妈,开始将目标转移到香港带孩子到香港打疫苗。 近年来大陆宝宝赴港打疫苗,成风越来越多的年轻父母,趁着赴港旅游或探新的机会,顺道带孩子在港接种疫苗。 为什么香港疫苗更受大陆妈妈欢迎? 陆港两地疫苗又有哪些区别? 想去香港注射疫苗? 有哪些注意事项预约,坐车,过关,排队,即使进水楼台的深圳居民赴港打疫苗? 也是要经过一系列复杂的程序,反复折腾一番才能顺利完成,更不用说其他地区的居民了。 话说如此周车劳顿长途跋涉瞎折腾,就为了去给孩子扎一针哭一场这真的值吗? 但是那么多妈妈不辞劳苦,大王赴港打疫苗,自然也是有其道理的至于值不值。 就见人见智了,一,孩子的安全第一,港版疫苗副作用少孩子的安全就是一切砍。 大陆时不时曝光,X月BB打疫苗,丢了命某某男婴入射疫苗后,抽搐休克之类的新闻。 看得妈妈们头皮发麻,可疫苗不打不行,不仅容易感染各类流行性疾病,还关乎日后入园入学。 如果这个时候有人告诉胆战心惊的妈妈,香港的疫苗副作用很少,那简直就是黑暗中的一道要眼光芒,还不敢快朝着这点光亮狂奔。 据知情人士透露,香港给儿童打疫苗,一般都是三连针或五连针,而且是免费使用进口药剂,一般是瑞士的旧信息反馈上看,针后出现副作用的现象,比大陆国产疫苗少,且药效更好预防性更强。 为孩子将身边的危险系数降低是妈妈的天职,不辞劳苦,带孩子赴港打疫苗,也就是图个新安二香港疫苗,更便宜打疫苗省下的钱,给妈妈血拼赞。 香港的物价普遍比大陆要高带疫苗方面,却存在价格到挂的现象,这是由于港府在医疗卫生等公共事业上的资助和补贴力度大。 政府承担了疫苗的更多成本,虽然大陆孩子到香港注射疫苗,不能享受政府的补贴和资助港级小同和长者分别可获得80港元和130港元的注射疫苗资助,但180元港币的疫苗价格在算上汇率差。 比起大陆疫苗价格有更大的价格优势,部分疫苗价格较高,比如13架肺炎疫苗,可能会达到1000多港币一针精打细算的妈妈们,当然不会放过这样的招数。 尤其是离香港近的居民,周末带着孩子去香港打了疫苗,在睡店逛街血拼。 一举两得三,香港医院服务好,环境好,打得放心打得舒心在大陆一些大城市打疫苗。 超过七成以上医院,都是人满为患,为了能尽快打完疫苗。 有不少家庭都是由爷爷奶奶一早去医院男号差不多排上了,再打个电话让爸爸妈妈把孩子带过来,打一次疫苗全家人就要折腾半天。 整个后诊大厅到处都是乱跑的孩子,还有些孩子等得不耐烦了或者饿了困了,不停哭闹乱哄吵杂,不堪好不容易排,上了还要面对医护人员的黑脸臭脸。 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在香港也有一患纠纷,但矛盾远远没有大陆那么突出。 这是由于香港政府对医生的从业资格,职业操守等考核指标把关,原格一旦出现医患纠纷,也有多条投诉维权管道。 加上香港医院实行的施育约是服务患者,数量可控服务也就更加到位。 香港的医疗机构特别注重环境的整洁孩子检查身体都是一对一进行。 孩子躺的小床有一次性电子护士,每服务完一个孩子,都会洗手,让家长很放心。 每个医院都有专门的补乳室和给孩子换尿布的卫生间,整个后诊大厅显得整齐干净。 竟然有序在香港花少钱,就能够买到更好的服务和乐而不为。 时尚最选宝宝接种疫苗对比宝宝的疫苗种类繁多,香港和大陆的疫苗又有一定的区别。 哪些疫苗最好去香港打哪些疫苗,可以在大陆打哪些疫苗必须打,哪些疫苗没必要打。 对于并非医疗专业的妈妈而言,这真的是件让人困惑的事。 下面分享一下香港和大陆的疫苗对比。 妈妈们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带孩子去哪里打疫苗,注绿色为自费疫苗,其他为免费疫苗从上面的表格。 可以看出,在孩子一到六个月时,两地的疫苗基本上是一样的。 而有几种对孩子很重要的疫苗妈妈需要了解一下。 第一,轮状病毒疫苗,最好在六个月前接种秋季腹泻,主要是由于轮状病毒感染引起的。 大陆的儿宝一般在宝宝六个月或更大时,才开始介入轮状病毒疫苗。 然而,香港的儿科权威专家则表示轮状病毒疫苗,最好在宝宝六个月前接种。 否则这个疫苗会提高宝宝换长套叠的危险避大余力。 若宝宝已经满六个月了,建议,就不要再打轮状病毒疫苗了2PCV肺炎球菌。 推荐去香港接种PCV肺炎球菌。 在香港是13架,在大陆是7架。 就是说香港打的该种疫苗对孩子的保护比,大陆多了6种,而大陆是根本没有PCV13架肺炎球菌可打的。 所以建议妈妈带宝宝去香港接种该种疫苗。 3. 流脑A群。 遗脑,麻风按照大陆的时间要求打宝宝六个月到一岁这个阶段。 香港的疫苗只有自费的流感疫苗而,大陆的流脑A群,遗脑只有国产的没有进口的。 所以如果孩子日后在大陆上幼儿园最好在规定的时间内在大陆接种这些疫苗渺藏,大陆赴港打疫苗悬攻略。 1. 香港哪些地方可以打疫苗? 香港母婴健康院卫生属下。 各母婴健康院,为0-5岁宝宝提供免疫接种服务。 而健康院只在星期一到五工作公众假期及周六日休息,去注射前必须提前预约。 私家诊所私家诊所还会提供5合1。 白猴,破伤风,无细胞型百日咳,面火小儿麻痹及乙型流感式血感菌混合疫苗,或露合1。 白猴,破伤风,无细胞型百日咳,面火小儿麻痹,乙型流感式血感菌,乙型肝炎混合疫苗,混合疫苗。 这类疫苗比传统分开式注射疫苗副作用更少帧数少,也可减少孩子所受痛苦。 英军建议如果带孩子到香港打疫苗,最好到私家诊所。 英语约后时间更快,且私家诊所的疫苗提供5合1或露合1比母婴健康院更加实际少。 不少香港父母也选择在私家诊所为孩子接种部分疫苗。 二、付港打疫苗要带哪些证件? 非港生的孩子在香港打疫苗是要支付一定费用的,且必须带其各种证件。 第一次到香港母婴健康院登记妈妈需要带的证件,包括免疫接种记录卡或小册子、出生证明文件、非港生宝宝有效旅行证件、父母双方身份证和有效旅行证件、出生婴儿出院记录等以后。 到香港母婴健康院登记则需要带以下这些证件免疫接种记录、出生证明文件、非港生宝宝有效旅行证件、父母双方身份证和有效旅行证件、孩子病例证明文件、儿童健康记录等。 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 三、香港打疫苗的流程 第一步、电话预约 每家母婴健康院的电话预约时间和打疫苗时间不同,需提前上网查阅资料。 第二步、递交资料注册根据预约时间提前去窗口递交防疫被注册等待呼叫孩子姓名。 第三步、身、体检查 每次打疫苗前都要进行身体检查包括身高、体重、头尾等。 若发现孩子身体有状况,再安排去医生办公室。 问诊第四步、核对资料打疫苗前,护士会咨询核对儿童防疫被注册。 询问孩子,此前在其他地方是否打疫苗。 解释本次接种疫苗的功效和可能产生的副作用。 第五步、核实疫苗名称注射前,护士再次向家长核实疫苗名称第六步观察。 注射疫苗后,孩子需要在后诊区观察20分钟,确定没有异样后去药品窗口领取退烧药。 四、香港母婴健康院在哪里? 不菲进关口的健康院,英军再次强调建议去私人诊所打疫苗不但快,而且可以打五合一,陆合一疫苗。 但是价格也偏高。 根据自身情况选择西九龙母婴健康院地址。 深水部长沙湾到303号,长沙湾政府和属西九龙健康中心,两字楼。 电话21507260,油麻地母婴健康院地址。 油麻地泡台阶143号油麻地专科诊所。 新一六字楼,电话27700044,粉领母婴健康院地址。 粉领避风路2号粉领健康中心,三字楼,及五字楼。 电话26776484,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立元母婴健康院地址。 沙田立元街9号立元健康院,两字楼。 电话26928741,王少卿母婴健康院地址。 大部保护理,一号王少卿诊所一楼电话26523745,天水为母婴健康院地址。 天水为天瑞路3号天水为健康中心,一字楼电话24485580,屯门湖康母婴健康院地址。 屯门湖康街2号屯门湖康诊所,两字楼。 电话24581694,仁爱母婴健康院地址。 屯门屯立街6号仁爱分科诊疗所,一字楼。 电话24043720。 电话290693,仁爱母婴健康院地址。 电话25041,仁爱富康院地址。 电话28080。 电话4704卿。 电话280精彩。 电话2404条31匯門显展地址。 电话470536545、仁爱海婴健康院地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